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充电充满了的声音吗 哎哟 这个球啊 往前较亮啊 今天什么比赛啊 上海大师赛啊 株林 株林要不是有伤的话就是太疲劳 还是没恢复过来 中网不是也是草草两世吗 对吧 0比9之后这个退赛了 哟 十三哥来了 十三哥也看我直播呢 应该是同名啊 因为十三哥说了他不玩手机 辛达这局有机会啊 啊 谢尔顿把球打出界了之后 辛达获得了破发点 但是男选手的比赛即便是出了破发点 要是有发球的话也不怕 只要他发球有杀伤就不怕 是否会有杀伤就不怕 调整的胸咖啡 好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阿扎伦卡队费尔兰德斯的比赛会是 大概率是三喷大战 王心渝要是想打上 没准得九点半之后 新纳普发点没有抓住评分 现在需要的是游手转弓 那不是挺正常的吗 奥帕尔就是为了收拾西维昂太克存在的 晚上好啊 这个我想解说张之珍对伙尔卡齐 这不是在等吗 已经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第二个破发点 看看新纳能不能抓住 我觉得新纳抓住这个破发点就带走比赛了 还是发球之德 这男选手啊 只要有发球 其实真的不怕破发点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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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昨天您看了 那还是因为比如说半赛方更捧他呀 对吧 邀请他了 所以今天毕竟都是亚洲赛季嘛 肯定不可能所有高排位选手都去一个比赛 哇 谢主顿可以啊 爆发成功 哦四 pliss 哦 四 spliss 大 阿 ten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九点之后吧 看这个意思 辛达要和谢尔顿 决胜完打抢七 谢尔顿 好球啊谢尔顿 谢尔顿要是能破发胜利 行就赶紧打完这场球 估计张之珍和胡大师也等急了 就看张之珍能不能扛住 这个胡大师的重炮啊 但是相对来说 张之珍的发球也不错 谁都破不了谁啊 现在 预计张之珍的比赛应该是 九点半 因为目前来看呢 这场比赛 打不完 谁都破不了谁 啊 心大失误了 我姐说 我姐说 我这不是一直在等吗 在等张之珍那场吗 我最近比较迷一个穷有主播 他拍的那个 他拍的那个东西吧 我倒觉得还行 就是能看 看着玩 还挺好 继续看国足 哦 国足进球了 吴磊池队长啊 现在 真不容易啊 国足进了越南一个 主教练还是杨科维奇啊 13号是王秋明 还是18号 看不清这号码 现在好多球员看脸我都不知道是谁 除了北京队啊 其实北京队也不见得都 王秋明进呐 他是右脚一端 反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凌空一端 他也算是凌空抽射吧 但是没有特别打上力量那种 是脚弓 打了一个反方向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一转过来国足就进球了 我笨 欣娜呢 现在是逃过了破发点之后 把比分追成了评分 4比4啊 决胜判 谢尔顿破一个我觉得就能赢 发球之德啊 心呐 就是打不完这比赛 给我感觉就是这个感觉 打不完 这个上海大师赛还是挺会安排的 把本土选手安排到最后一场 这个时候呢 这个看台的上座率也就有保障了 放小球 我去 可以 心呐爆发5比4 也就是说心呐要破一个的话 张志珍就能登场了 唉 阿扎伦卡退赛 阿扎伦卡退赛 王兴瑜的比赛呢 应该是快开始了 咱们先说两个 举王兴瑜 然后呢 等张志珍这场啊 这场比赛 这两场比赛呢 就是穿插着来给大家介绍吧 关注的 关注的倒不是什么谢尔顿新呐 关注的是中国选手 阿扎伦卡 阿扎伦卡竟然退赛了 这年纪大的就是不行啊 第一盘还是六比较 非常难得思呢 阿扎伦卡 阿扎伦卡应该是 膝盖或者大腿上的伤势 他的左大腿吧 眼眠而弃 阿扎伦卡 哦 摔了球拍 他可是W家的亲密球员 哦 这个好家伙 还不能选 可以了 我要把这个拖鞋 换成那个凉拖 你说的 别的 我找一个 你都做了 你妈她的 吴梧 突然划伤 我甚至 den 我我想了 我只会 是 听说 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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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尔顿和辛娜这比萨肯定是奔抢气去了 谁都谁都不放弃嘛 挺好 但是这个时候我想看一眼国足的比萨 还是1比0 弹龙是这个支点啊 是中风啊 我曾经教过香港的学员 就是陪打吧算是 这两个人都是香港人 一男一女 国族不是 跟国族没有任何关系 国族 我印象中就是 从零七年那年被 就是赢香港 我不太会打羽毛球 因为是热呀 我是 羽毛球拍拿了之后 要是再拿网球拍 有时候容易会手感 要是打羽毛球 太要求不罚了 不罚必须得特别到位 跟网球不太一样 来了 阿瓦内斯言率先率先入场 这是一位俄罗斯选手 其实我要是想打羽毛球 离家也比较近 那个地儿也能打 但是 没那么喜欢 其实但是我真是得给自己 多一些这种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去运动的机会 要不然我这天天呢 就是 就是老的往我父母那儿跑 一点 一点锻炼的时间都没有 郑清文昨天打过了 现在呢 王心瑜也入场 左腿上还是 有着非常厚的包炸 这个阳也入场 现在这个阿把内丝严已经准备好了 要来到往前挑边 这个香港赛挺有意思的 英语报完了之后 然后还有一个本地化的那么一个播报 就相关的这种比如说比赛的介绍 进场的球员是谁啊 这个开球嘉宾是谁啊 裁判是谁啊 原来说张之珍是9点打 但是现在来看呢 得9点半见了 反而倒是王心瑜的比赛呢 现在已经是来到了入场的阶段 两个人呢 现在已经是热身 一看谢尔顿和辛娜就是要打抢7啊 谢尔顿的节肌可以啊 动作不蠢 这场比赛的胜者大概会对对阵到西班牙人脱没 这个谢尔顿也是黑皮白白皮黑人是吧 王心瑜22岁4号种子 目前的世界排名32 右手我拍双反我拍 最高的世界排名也是现在32位 第一次参加香港赛 这本地话我要听得懂一句 我是那个 真听不懂 谁给翻译一下 我知道你们这里有好多广东的朋友啊 现在呢 镜头给向了阿瓦思岩 阿瓦内思岩 21岁 世界排名是67 最高的世界排名呢 来到过62 也是右手的正手我拍双反我拍 第一次参加香港赛 香港公开赛 现在呢 辛娜和谢尔顿的 决胜盘比赛 进入到了抢期 他的英语播报呢 是男的 这个 本地 本地化的播报呢 是女的 白老师扳回一盘啊 哇 白老师啊 老白了 两个人呢 有过一次交手 嗯 美里达 今年的美里达第一轮呢 呃 王信瑜是 1比6 丢掉第一盘之后 完成了大逆转 总比分2比1 打败了这个阿瓦内思岩 现在准备解说一下这个王信瑜对阿瓦内思岩的比赛 然后等一等这个等辛娜和谢尔顿结束之后呢 张之珍才能入场啊 所以呢也别着急 先看王信瑜啊 谁让王信瑜这场球的时间抢先了呢 谁让阿扎伦卡退赛了呢 但是对于王信瑜来说 他 他在香港应该语言是没问题的吧 是通的吧 真的不了解啊 真的不了解啊 真的不了解